你说的是整个这个三层楼都是吗 关注轨头带你看最真实房价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唐村市农岸县佛龙泉镇 在我身边这个小伙啊 参加在这个镇上有一个产房要出售 你说的是整个这个三层楼都是吗 对就是这三层楼 然后紧连着这个佛龙泉的这个老电影院 然后前面是那个龙泉街 然后交通随上店里 然后旁边是 就是过去就是这块一百 那也就能有五十米的 那就是大道口 大道呗 对对对对 然后紧连着那个巴基雷镇 然后从巴基雷往南就直接去长春了 到长春的车程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这离长春车程也就一个半小时 走吧进一趟去 这后边还有一六农房呢 两六 这趟是住宅 后边一趟是那个工厂的商产车间 那它俩是一样的照吗 不一样 后前面这楼是商业产权 后边是住宅产权 这是两方门 这边这边一根门 旁边那边还有一根门 那这屋就不进了 这屋一共多少瓶 前后加起来是400瓶 前后 这个厂房 这个生产车间 这个生产车间跟这个住宅的平方加一块都是400瓶 后边这个就属于这两方属于宅基地的 对宅基地 只能协议 对只能协议 然后前面这个是商业照 对商业照 可以过户 对 前面这个一共多少瓶 前面这个一共是1100瓶 原来是干什么厂子的啊 生产那个清洁用品 清洁用品 整个这三层上 我瞅这样这个装都没装 没用啊 盖瓦的时候 之前做库房的 这段库房的的啊 对 这段库房的 怎么这上面就是一个大平层 看个饭店开个红果 然后做工厂扇之前都够用 上面黑层 都是一样的呗 平常 这房子谁的 我顾顾部的 房子挺大 但是空壳 没装修 这房子压手里可能也积薪钱 盖钱 防罩是30万 防罩 就是拜访本花了30万 对 然后当时买这 当时买这两块地便宜 这两块地钱 就原来这是两家人家 然后买他这两块地的话 一共是花了 二十二十四十万 一共花了四十万 加兆就七十万 对 然后盖这个房子盖起来 就不知道多少钱了 因为原来我们也找过 诺阿内中介 然后也在这个房源信息上 也挂过 挂的话都是150万 因为之前我也跟鬼跟你聊过 这个钱货院加起来的话是150万 但是我关注你很久了 我看有些粉丝老铁说的 那个叫什么农村的产权 可能过户不了 大家就不愿意买 所以说我又研究了一下 就把这个前面商业产权和后面的住宅产权分开卖 就如果要是只要这个楼的话 因为这楼好卖嘛 因为它可以过户 对因为它可以过户嘛 但是就是这种情况 谁买谁得干点啥 还得重新装 除非当厂库 对 现在就是农村呢 闲置的就别说这种房子 住户的房子都闲置老了 这种厂房扔的哪啥都是 对 对对对 你说出来就是最低 对对对 少那些不行的话 再一样你低你说的也不算 还得先打电话问 是不是那意思 对对对 那就说吧 因为我家旁边这个楼 这个楼是住宅产权的话 他们是现在234亿平 就这个呀 就这个楼啊 对 这层楼 这三层楼 就是80万 不包过户 六个房罩 因为它六个门洞嘛 是六本房罩 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评论 好了 咱们这一期 长生农安探厂房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